提及超级大金主 川普用崭新知心来形容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除了向支持川普团体捐出至少1.19亿美元 竞选期间马斯克更多次公开力挺川普 川普胜选马斯克压对保 外界认为马斯克所上的电动车、火箭、大脑晶片等商业利益 极大程度取决政府监管、补贴或政策 马斯克则把川普政府视为能甩开束缚的管道 特斯拉虽然说它是在中国制造 可是对于中国市场来讲它是逐渐被边缘化 尤其是比亚迪跟小米都开始做大量的电动车 马斯克是一个非常灵活善变的生意人 他这次这么始终的挺川普 我觉得他有意识到川普的这个政策 把产业回移为美国 另一方面马斯克在中国大陆有庞大商业利益 包括半数特斯拉电动车是在中国大陆制造 分析指出亲中的马斯克 有可能扮演未来美中两方的关键传话人 你也可以说马斯克也很厉害 他也算是有点像是有先见之明 对于川普来讲 马斯克的力确确是旁边一个最大的亲中派 那这个亲中派是不是会变成是 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条人 我认为现在川普跟马斯克是蜜月期 因为第一个都商人 第二个马斯克帮他很多人 你看周周送百万 川普再怎么样来讲的话 不管是商人逻辑 或是欠他人情来讲 都会听他的 所以我的预料是 美中的关系大概近六七个月内 会稍微和缓一点 学者分析尽管有马斯克这个润滑剂 但美中关系还是存在各种矛盾 包括川普曾提及 要将对中关税调升到60% 中美贸易战恐怕将会升级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总产能超过全世界的总需求 我美国开始针对中国刻这样的关税 那我第一个问题来了 你产品要卖去哪里 你要卖给其他国家 那其他国家会不会说 那我也要刻一样的关税 那他就会引爆一个 从中国这个爆点 去开启的一个全世界的贸易大战 2018年美中达成了两个阶段的贸易协议 那中国做了非常多承诺 结果习近平是完全背弃对川普的承诺 两阶段的贸易协议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我认为说 川普一定会要习近平在 把他这个2018年的两个阶段的贸易协议先达到 2018年川普对中国大陆启动贸易战 北京手忙脚乱 这次习近平要再度与川普打交道 似乎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习近平也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他昨天透过一个中共的学者就提出说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十兆人民币 要来接招 如果今天川普跟中国的关系是 进展到一个两边完全没有任何贸易互动的话 那就是完全两个大国家两只大象 就没有任何的沟通的可能 因为贸易还是软性的 它是商业的 那在政治跟军事上的冲突就会加剧 习近平在川普当选后致电祝贺 更指出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走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美中竞争它是一个大国霸权竞争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即便说习近平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贺电 但也不代表说中国跟美国根本性的这种冲突的矛盾 会因为它的贺电而被解除 中国现在的存在在世界各处 不管是透过国际组织或透过他的一个经济 跟军事实力 事实上都是在威胁美国的霸权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不管做什么事某种程度都是反着美国走的 所以你要说双边关系有什么疑伤的一个机会吗 我觉得那个机会是渺茫的 川普2.0来了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川普重返白宫 全球贸易战叙事待发 TVBS新闻中的人王会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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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